我覺得台灣男生還是大部分 重心會放在另外一半身上 就是會 就是把最好的想要給另外一半 因為像我的部分 就是可能收入沒有那麼多 我有一個包包我背了很久了 那包包還是之前 就是我們錄節目的時候抽到的禮物 但我就是捨不得花錢去換 對 買新的 那時候反正就是聽到另一半跟 就是他的女生朋友在聊天 就說到有一個Prada的包包 他很喜歡 後來我就 趁他去工作的時候 我就去櫃上把那包包買了 去他上班的地方等他 他下班我就把他領送給他這樣 他甘書寫送 雖然應該現在不會再做這種事了 也沒有錢做這種事情 當下就把錢都花光了 為了醉 台灣男生真的不喜歡計較 而且其實愛屋幾乎 我覺得因為像我之前 我還想問他事情 你還想問 那你們等一下 你不要插話好不好 我想說 那個腳本這樣走起來是順的 對啊 那後來 後來那個女生什麼反應咧 他就是很感動 因為 就是因為他也知道我的狀況 就是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還願意就是 花這麼多錢幫他買這個包包 他捨不得花自己的錢 然後花送給別人 讚 就我會覺得 喔 好棒喔 這樣做得很直 喔 我看你們要硬聊多久 沒有啊 我想說能當我聊了吧 我們還在講話 你不要 還要講 你再跟我朋友多了解 拜託 好不好 還想換你 你們有點熱誠好不好 你們在主持欸 有一點熱誠 講什麼愛屋幾乎什麼東西的 我們是很願意奉獻的 像我之前我追過校花 校花旁邊一定都有朋友 可是你會追校花旁邊的 你們尊重一點好不好 那是一個校花 你們尊重我一下 我是追校花 可是你不能 校花旁邊也有其他女生 我不是只對校花好 我一次就請 每次吃飯都請三個 看電影就請三個 請到後來 他們三個 通通都交男朋友了 怎麼辦 我連他男朋友我一起要 我想說有一天會等到我們 你就等於在排隊就對了 我在排隊在等 然後就等不到 可是我就覺得開心 我看到他們的笑容 我就心滿意足 真的假的 台灣 他這個心態 沒有 他那個心態 有時候他知道機率很低 他還是會去做 就像什麼一樣 就是買大樂透一樣 對… 買大樂透就是這樣 哪天中了我就發財了 他去機率很低 他還是願意做 你什麼新手掃地機器人 你根本就是新手的ATM 這是什麼結論 我幫你後面補這一段 大家比較相信是真的 好 來 我們接下來看第三點 用心動表達愛意 我覺得是 台灣男生他們比較不會說好聽的話 但是他們比較會做 比方說以前我去伊朗拍片 然後我的男朋友一直陪我 還幫我拍片 晚上…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晚上我發現了我的影片 都沒有聲音 我就又來 我又哭了 我就覺得我一整天拍了 你知道也不是在台北 就拜拜了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你等我一下 他就回台北拿新的攝影機 然後回來再幫我拍一次 對 他拍了兩件 我就說你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他說你哭那麼大聲 大家在看我 他們以為我欺負你 所以他去帶陪伴我 是跟剛剛那同一個男生嗎 是同一個男生嗎 同一個男生 對 他很吵 他是攝影師嗎 結婚 沒有 就是 好可愛的男生喔 佳娜妳男朋友一定很希望 妳不要再拍影片了 對啊 我覺得他真的受不了了 他真的受不了了我 而且你們在一起 還有在一起嗎 沒有 沒有 你看 就是不持久嘛 不持久 不是這種不持久啦 假的久不了了 他是住地堡對不對 沒有… 不是那個 住地堡那個對妳好不好 不好 所以我本腳了 他是渣男 渣男 只有錢 但是心不在他那邊這樣不行 就是所有的有錢人的問題我覺得 他們有錢他們就什麼都可以做 真的 用錢可以解決很多 比較好沒錢 你看 怎麼會 他不是 他不是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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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冷靜… 冷靜 Money OK 我四千才… 我四千才… 妳是酒店的喔 酒店小姐 人常叫我佑你 不是 不是 口血壁 不是很操 我們四千才如糞土 對不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殺你 我要幫你收著 幫你收好 先拿…你掃在那邊 我跟佳娜講說 我們有錢 不是沒錢 你遇到那個有錢是渣男的 沒錯 對… 有錢的人也分很多種 對不對 趙哥馬上就要跟新的女孩子結婚 然後並且很浪漫了 有嗎 對不對 應該吧 有這回事 新好男人代表 有這個計畫嗎 有這個 有… 有… 有啦 有啦 有… 答應了… 拿了一對現仇 有 老輩… 老輩… 老輩 什麼畫面 老輩 怎麼會 沒有 新好男人 他要有這個計畫先 對不對 會不會實現讓我們再看 但他要有這個計畫 對 我還是要勸大家觀察 我覺得婚前的行動真的 你真的要看他能不能持續 我還有很多朋友是 婚前跟他老婆講說 是不是很多老公都這樣講 會… 妳幹嘛就要跟他拋頭露面呢 陪小孩 我顧妳就好啦 陪小孩寫功課 婚後還馬上辦一張副卡給他 結果後來 那我的朋友是不是就每天 就帶小孩啊 接送啊 煮飯啊 什麼就讓老公養啊 結果後來呢 老公下班回家跟他講說 今天晚上那個來一下 對 我朋友就說 不行 我今天好累喔 又帶小孩很忙 再找一個小孩不在的時間 好好再浪漫一下這樣子 結果隔天他會拒絕他老公對不對 隔天早上起床呢 他老公去上班了 他要出門的時候把他的皮夾 想說皮夾裡面怎麼有一張紙條 打開來一看 他老公寫一個紙條給他 寫說 欸 昨天你拒絕我 今天的副卡我先沒收一天喔 喔 哇塞 把老婆當什麼 把老婆當什麼 就是像 趙哥 怎麼會用錢啊 控制女人 他有誤化女性 婚錢 婚錢用錢買 婚後還想用錢買 沒有 沒有 不會 你把老公子老婆這樣 不是 我剛剛是說我們有錢 我們是錢財 如糞土 對不對 我們不是那種什麼 用錢 用價值觀去約束人家 不會啦 好 接下來 來 我們來看看第四點 第四條 給女生滿滿安全感 我喜歡台灣男生給人的安全感 像那個有一次 我跟日本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一次發現 他在Instagram IG下 那個追蹤的人裡面 我看到了好多就是 怎樣的帳號 別的女生或辣妹這些對不對 對 然後接吻的內容就是 就是比如說穿緊身的運動褲 然後拍屁股下面的特寫 然後文章就說 今天來運動一定要減肥 來之類的這種 裝無辜 但是明明就是 吊男生 對… 吊男生的照片 對 然後我覺得 可是 對不對 這是這樣子嗎 小優 小乃和你這麼生氣幹嘛 因為你自己也是這樣啊 對 買下 這個是到下面的屁股 紮女啊… 今天好累喔 這個不是吊男生的 這個是 這又不是吊男生的 不是 這個沒有吊男生的 吊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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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是吊男生 這個是呼籲大家 大家都健身 這個地圖很明顯耶 他覺得很健康吧 而且妳看 我這邊有兩瓶水 誰要跟我分另外一瓶 好吓的吧 很明顯就是腰男生 對不對 很明顯啦 這個不是 這個… 所以妳是小白要是看到 自己的IG然後手機 被對氣到 氣了不掉 而且覺得有精神對手 對… 對 笑聲錯亂喔 居然拍得比我好看 這個是呼籲大家多運動 多健身這個一個天 找到那邊啦 沒有… 這個是呼籲大家多運動 看到這張照片一定放大… 對啊 OK 反正就是說 她也看了很多女生的IG就對了 對 反正我真的不開心 所以我跟她說 可不可以請那個退追蹤嗎 她們嗎 我真的不開心 我覺得 然後她當下是好吧 然後就退中了 但是後來那個男朋友 還有一天說出來說 其實那時候是一直忍耐 因為這個事情是我個人的隱私 可不可以尊重我的個人空間嗎 之類 怎麼可能